CBA联赛第二阶段常规赛已经再次开始,在第一阶段取得好成绩的广东南篮却在第二阶段接连吃扁。 第二阶段第一场比赛中,在对阵浙江广沙南篮的比赛中86比98输球,在第二场面对实力差距巨大的山西南篮再次输球,而且还是输了26分。 图片来自网络现在广东队排名第7和山西队战绩相同,成绩下降如此厉害的广东队再次成功吸引球迷们的注意力。 为什么广东队会在短时间内出现状态,下滑如此巨大的尴尬局面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杜丰教练太忙了,忙到没时间打理广东队的比赛。 杜丰教练现在身兼数值,作为广东队主教练杜丰,还是中国南篮主教练,在结束了试育赛比赛之后,回国隔离,自然就缺少足够的时间来打理球队。 这就导致球队的训练状态出现了状况,而且杜丰教练不能实时跟踪球员状态,导致第二阶段迎来了开门黑。 图片来自网络回顾广东队前两场比赛,可以看出广东队存在很多问题, 全员比赛慢热,不能快速进入状态,失误不断,第四节体力跟不上,防守端出现漏人等问题,这都是训练不够导致的问题。 以上种种问题都需要杜丰再次解决,但是杜丰现在也是分身乏术,毕竟国家队也是要放大部分精力的。 这就有了新的问题,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而杜丰教练将如何来调整二者之间微妙的平衡关系呢? 图片来自网络不少球迷表示,现在的杜丰教练为了国家队的荣誉,放弃了广东队的日常训练,虽然球队遭遇到了重大打击, 但是国家队能拿下好成绩也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大家怎么看待广东队由于杜丰教练的缺席而导致成绩下滑这件事情呢?